哈盖书第二章 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哈盖先知说 你要对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神长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以及所有余生的子民说 你们中间剩下的人,有谁见过这殿雨从前的荣耀呢? 现在你们又看他怎样?岂不是事如无物一样吗? 耶和华说,索罗巴伯,现在你要刚强 耶和华说,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要刚强 这地的一切子民啊,你们也要刚强,并且要做工 万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就是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与你们立约的话 现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在过不都的时候,我要震动天、地、海洋和汉地 万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 我要使这殿雨充满荣耀 万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这定雨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万君之耶和华说,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 大利物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哈盖先知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向祭司询问有关律法的事说 人若用自己的衣襟承载圣肉 后来又使自己的衣襟触着饼、汤、酒、油或别的食物 这就算为圣吗? 祭司都回答说,不算为圣 哈盖又说 人若因触着尸体而成为不洁 又触着这些东西的任何一样 这就算为不洁吗? 祭司都回答说 要算为不洁净 于是哈盖回答说 耶和华说 这民也是这样 这国在我面前也是这样 他们手里的一切工作都是这样 他们在那里所现的都是不洁净的 现在你们要反省 从今日起回想过往 就是在耶和华的殿还没有一块石头 跌在另一块石头上面以前 那时你们怎样呢? 有人到谷堆来 想得两百公斤谷 却值得一百公斤 有人到榨酒池去 想从酒槽得一百公升酒 却值得四十公升 耶和华说 我用汗风、煤烂和冰雹 击打你们 和你们手里的一切工作 你们还是不归向我 你们要反省 从今日起回想过往 就是自九月二十四日起 从耶和华殿的殿基日开始 你们要反省 苍里还有种子吗? 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柳树和橄榄树 岂是还没有结果子吗? 从今日起 我必赐福 同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哈盖说 你要向犹大省长索罗巴伯说 我要震动天地 我必请赴列国的宝座 消灭外族 外族万国的势力 我必推翻战车和驾车的人 马匹和骑马的都必跌倒 个人必死在自己兄弟的刀下 万君之耶和华说 撒拉铁的儿子 我的仆人索罗巴伯啊 到那日 我必提拔你 耶和华说 我必以你为印记 万君之耶和华说 因为我拣选了你